黄棕色的长毛吉娃娃 涉索在女警怀中 爱狗又养狗的女警 不断倾抚狂发抖 无助的毛小孩 就是早上一大早 昨天好像有看到 昨天也有看到 如果有人要找的话 你可以再麻烦工作 他就找 那我先 就是先来就去看 巡逻远警警报狗儿 沿路找了不知道几间大楼 民宅 幸好刚好碰上这对 热心的黄姓母女 帮忙一起找 甚至当女警要自掏腰包 买饲料给狗儿吃时 母女俩也抢着帮忙买 巧合的是 这边有远警 急着帮毛小孩找主人 另一头 交集的寺主 则是向远警求助 我们这个女警 她本身有养小狗 对 她也是一个爱狗的人士 所以将心比心 那当然我们最后看到 女主人 她这样喜极而去哽咽 我们就放心了 原来三岁的长毛吉娃娃 叫做乐乐 趁着主人不注意 一流烟不见了 幸好遇见好心 又有耐心的女警 和热心的母女党协助 经历了一场 紧明接力后 才让可爱的乐乐 回到主人 温暖的怀抱中 谢谢 谢谢你们 大约新闻张信 王昭忠 高雄报道 台中慈禁医院的中医团